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贵州省限于青少年足球公益项目启动仪式 即茶园浦安快乐足球系列活动在浦安举行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 到我县考察指导工作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向我县捐赠足球物资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24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浦安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月23日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贵州省限于青少年足球公益项目启动仪式 即茶园浦安快乐足球系列活动 在浦安东城区民族实验学校举行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 公安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定点帮复办副主任叶伟斌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王立伟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战和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马栓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毛正明 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原队员刘爱玲 王立平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队员青岛追风少年 体育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曲波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队员汪松 贵州省体育局局长吴涛 州委副书记州长黄新闻 州政府副州长州官局局长李松 普安县委书记龙强 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奇兴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盛吉 县政协主席吴立社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相关人员及其邀请嘉宾 贵州省职部门领导 前西南州州职部门领导 四川省梁山遗族自治州越西县领导 贵州省几个试点县和观摩县的领导 恒丰集团人员及其邀请嘉宾 特邀企业嘉宾等出席启动仪式 或参加其他活动 黄新闻在致辞中说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贵州省县域青少年足球公益项目 即茶园浦安快乐足球系列活动启动 这是我州足球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喜事 必将为我州在新时期 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近年来 前西南州大力发展体育事业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全面促进体育消费 着力打造山地旅游圣地 户外运动乐园 我们将足球运动作为 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抓手 在场地建设管理 人才培养 赛事活动等方面持续发力 充分发挥足球运动 对增强人民体制的重要作用 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 关于建成体育强国的重要部署 全面贯彻等中央国务院省委 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 大力实施文旅新州教育立州战略 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与各签约方形成长期合作关系 共同推进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贵州省县域青少年足球公益项目 在前西南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进一步弘扬好足球文化 加强足球人才梯队建设 提高足球运动水平 通过足球运动建强体魄 凝聚人心鼓舞斗志 助力前西南在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 乘风破浪 尘势而上 奋力前行 黄岐新说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足球事业发展 曾深刻指出 发展振兴足球事业关键 是把路子走队 长期努力 久久围攻 注重打好群众基础 夯实人才根基 从娃娃抓起 从基层抓起 从基础抓起 从群众性参与抓起 要让校园足球 新型足球学校 职业俱乐部等各种培养途径 衔接贯通 使足球事业发展动力更足 活力更强 这次启动青少年足球公益项目 不仅是足球物资的资助 更是一种教育方式的转变 一种信念和理想的传承 承载着关爱 寄予着希望 我们将会倍加珍惜这次帮扶机会 把限运足球发展纳入十四五规划 重点工作推进 全覆盖把幼儿小学围栏足球项目建设好 加大教师培训力度 把足球活动开展好 大力宣传推广力度 由孩子们带动县力的足球氛围 运动氛围 这次公益活动 不仅增加了每一个孩子的出彩机会 还点燃家庭希望 更是照亮了普安素质教育 高质量发展道路 期间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秘书长马栓友 原国家外积末部副部长龙永图 就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意义前景等 分别做了讲话 启动仪式现场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分别与普安县 罗电县 龙里县 新意识 新人士 人民政府签署 现与青少年足球公益项目合作备忘录 随后 毛振明 张璐分别围绕好孩子需要体育 好学校需要体育 好国家需要体育 和少儿围栏足球公益项目的理念和方法主题 做足球公益讲座 当天 普安县委书记龙强向张璐老师颁发 普安县足球改革发展顾问聘书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向普安捐赠足球围栏 足球等物品 并向县内12所学校捐赠签名足球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还组织了 少儿围栏足球和幼儿足球教育示范课 更好的展示了项目内容 推广项目理念 下午 龙永图 毛振明 张璐和乒乓球世界冠军 奥运冠冠军邓亚平 围绕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开展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论道普安高端对话 据了解 近年来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聚焦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大力普及推广足球运动 十四五期间 将重点推进县域发展和足球文化传播 在中西部地区临选试点县市区 通过提供资金物资专家赛事等多方面支持 推动县域青少年足球公益事业发展 贵山贵水 赢贵客 6月23日 在参加完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贵州省县域青少年足球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和论道节目后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 先后到我县茶园街道茶省谷 红星茶叶开发有限公司 才华手带厂考察指导工作 周委副书记 周长黄新闻 县委书记龙强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盛奇陪同 在茶园街道茶省谷 龙永图通过听取汇报和实地查看的方式 详细了解我县茶产业发展情况 龙永图对我县依托茶产业发展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表示肯定 他指出 要依托茶山资源优势 发展茶文化旅游 乡村旅游 要建立有效的利益连结机制 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要保护好茶山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做生态茶 安全茶 让一片片绿油油的茶叶 变成让老百姓兴高采烈的致富业 变成推动浦安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黄金业 以实际行动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要借鉴先进地区的乡村振兴经验 结合浦安石济 以百姓富生态美为目的 多发展能解决群众就业的产业和环保产业 在红星茶叶发展有限公司 龙永图来到红星茶叶的加工车间 了解茶叶加工流程 产品线产量的情况 随后品鉴了红星茶叶出产的古茶 对茶叶的色香味 以及简洁的包装表示赞赏 他叮嘱做绿色生态茶叶 还要避免产品的过度包装 做出自己简的特色 这是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础 在财华手带厂 龙永图看到商品展示柜上各式各样 功能各不相同的手带 不时询问手带的材质特点 详细了解手带的工艺流程 产品销网和地等情况 听到财华手带厂要建设财华集团总部 逐步实现全产业链发展 龙永图很是欣慰 他指出 现在国家正在加快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财华手带厂要把眼光放长远 不断扩宽销售渠道 结合国内市场实际 生产市销对陆的产品 在国内市场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 为企业增效益 群众增收入 6月23日下午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在东城区实验学校 向我县捐赠足球物资 我县聘请张璐 担任我县足球改革发展顾问 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 和县域观察团出席活动 捐赠仪式上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王战和 向我县县委副书记 县长黄启兴赠捐赠牌 足球明星向我县12所学校 捐赠签名足球 我县聘请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顾问 中国资深足球节目评论员张璐 担任浦安县足球改革发展顾问 县委书记龙强 向张璐颁发浦安县足球改革发展顾问 评书 随后开展少儿围栏活动 组织示范 张璐现场对比赛进行干唱淋漓 富有激情的解说 此次活动 共向我县捐赠36套少儿足球围栏 240个少儿足球 480件足球训练背心 极大促进了校园足球的普及推广 推动了我县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 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 锻炼意志 据了解 我县已将县域足球发展 纳入十四五规划重点工作推进 将全覆盖建设幼儿和小学围栏足球项目 加大教师培训力度 积极开展足球活动 同时还将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让孩子带动全线的足球和运动氛围 让足球精神和运动力量传承下去 传播开来 6月23日出席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贵州省县域青少年足球供应项目启动仪式 即茶园浦安快乐足球系列活动的专家和嘉宾 走进前西南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浦安县委党校红色记忆其实教育馆参观 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岐新 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应刚陪同参观 在浦安县委党校红色记忆其实教育馆 专家和嘉宾聆听了讲解员 以时说时 以时意识 以时务时的党史学习教育 重温了我和我的祖国 真容岁月 建设美好家园 共赴伟大复兴四个篇章 并为这场别开身面的党课点赞 据了解 浦安县委党校红色记忆其实教育馆 以其实为载体 用届时说时的方式 让广大的党员干部 军人 学生 群众等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好续红色基因 做到学史名利 学史增性 学史从德 学史例行 6月22日 浦安县人民法院召开县委巡查回头看工作动员会 12届县委第12轮巡查第5巡查组组长于泽宏做动员讲话 党组书记院长朱维文代表党组做表态发言 第5巡查组全体成员 县法院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